大家好,我是永心人 有追蹤我脸书的人应该知道 从10月起我开始会进周刊影评专栏 每周写600字的文章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 在更多的平台上推荐好电影 我也已经过周刊的同意授权 今后在杂志上看出过的影评 将每个月汇总成一个影片 方便频道上的人不错过影讯 而如果你想早点看到我的影评 请记得多多支持进周刊哦 由于脚本首发于杂志上 有较多的书面语 如果我有空闲会尽量改得口语化一点 而没空时就只能请各位将就了 以下是10月份的影评 这个悲伤的故事中 欢笑不仅仅是去取 欢笑是她的前进方式 纵使每个人心里清清楚楚 会在眼泪中结束 杰斯的好姐妹米蒂什么都抢得第一 从初吻到结婚生孩子 甚至比她抢先面临死亡的门槛 讽刺的是好友厉害的当头 杰斯恰有迎来新天家庭成员的幸福 他不忍告示对方 而此时的米莉正历经身心巨大痛苦 割出乳房手术导致女性尊严受创 她独自逞强面对 也怀着不名誉的小秘密 秘密会被发现 闺蜜的情谊可能破裂 电影未给我们太多时间 欣赏孩子气的冷战 现实往往也没那么戏剧化 一生的朋友就像家人 只要再次碰个面 摸摸脸依旧原谅了彼此 她陪伴她生命的最后旅程 米莉不改从前的荒唐任性 而杰斯一如既往的奉陪包容 说走就走的冒险 肆无忌惮的购物 在荒言中大吼合奔跑 向全世界宣告当下的癫狂 因是幽默的毒蛇笑淡 一波接着一波不允许歇息 观众会发现自己笑的笑着流下了泪 导演以轻快的笔触 写下一封卷勇的情书 致生命中的试炼与美丽情谊 那是勾勒了生活友人家人的生动素描 会用中指脏话 偶尔言不及议的冷幽默 堆叠而成的感情风景 有时你不得不大笑 才能抑制住眼泪 才能避免悲伤腐蚀 被恐惧冲撞的摇摇欲坠的回忆 有时你得微笑的道别 才能冷静的聆听对方的最后一次呼吸 这是一部拍得到位的闺蜜电影 剧本精致 演员的荧幕化学效应呼之欲出 最令人惊喜的是喜剧效果灼然 虽然我怀疑男性观众的共鸣感会大打折口 但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 依然是值得推荐的约会电影 改编自博拉霍金斯的同名畅销悬疑小说 列车上的女孩讲述 离婚妇女瑞秋因酗酒问题被开除后 每天乘上十项纽约的火车打发时间 她在火车向外遥望风景 观察在远处房屋阳台上清热的完美情侣 某日她却目睹情侣中的女方外遇 瑞秋失去了当天回家路上的记忆 隔日得知那名阳台上的女性惨遭不测 醒来时身上的血因酒醉变得混沌的记忆 与当初对上夫出轨行为的愤怒情绪混杂在一起 令瑞秋不由得产生不厌证实的猜疑 犯下可怕罪行的 会是失去意识的自己吗 电影大半部分由瑞秋零碎的记忆片段 和不同视角的配角行动构成 艾米丽布朗演出酒饮缠身 落魄潦倒的失婚妇女 处境可怜却保有善心 让观众不自由主把情感投入在其身上 关心她的行动 全片情绪起伏和断肉分割 更依赖女主角旁白 演技几乎决定了整部电影的成败 艾米丽布朗抢眼的表现之外 饰演配角的两位女演员 塔利班内特和雷贝卡弗洛森也有优秀表现 恰如其分的推动故事进行 布雷坠也不喧兵夺主 电影的构图光影是美丽的 质感是超群的 结合女性主义色彩浓烈的主题 应该是要成功的作品 可惜的是 从文字转化为影像的过程中 文字暧昧而隐晦的优势 似乎在技术因素中流失 导致真相的底牌变得可预期 悬疑的铺陈造成之期待感落空 本该提升韵味的结尾转折 甚至有点突兀不合逻辑之感 无论对于原作读者或初次看此故事的人 这都是一部值得拍得更好的悬疑电影 引人入身的氛围 有缺陷却不乏魅力的角色人格 近乎完美的演技 唯独在谜题以真相揭晓的剧本衔接这点上表现遗憾 他要赢控制或许很难 不过凭整演员的演技撑场 姑且值得一试 赛米尔是个年届中年的起重机操作员 在酒吧对个性呛纳的阿格特一见钟情 打听后知道他是当地游泳池教练 假装成不会游泳的初学者参加课程 尝试接近心仪之人 他乔装成汉鸭子 两人感情也顺利萌芽 无奈一次突发的勇士事故中 萨米尔为了救人而令谎言曝光 阿格特前往冰岛开会 企图挽救感情的萨米尔 毅然跟随前去冰岛展开了恋爱之旅 恋爱大灵眼 同2012年金麻影展大放异彩的前作 走一条疗愈怪咖奇剧的路线 聚焦于人与水 人与人的关系 如同人本身 出生于水却脱离水 不是水性时人聚水 事后才对其产生依赖和怀念 水是贯穿全剧的象征主体 幽静 清冷 有令人不安的一面 也是最后爱情能够团圆的关键 随着主角追爱的旅程 观众可领略冰岛独有人文风情 穿茶的幽默桥段 不识令人玩耳 人物是鲜明可爱的 快节奏的场景切换 笑笑闹闹的人际互动 推动故事发展 萨米尔的失忆事件 预示着重新开始 此时故事的风向 从痴痴的追爱 转往深沉的探索 萨米尔对记忆的探索 与阿格特对感情的探索 遗憾的是碍于痛心的原因 故事总体呈现结果 缺失明显 人物感情 逻辑 故事架构与核心 都缺乏层次性的解释 粗糙的前接 有时可以在怪诞的风格下 寒昏过去 有时则唯恐不亦包含 本作乃冰岛导演 苏维格·阿斯帕 冰岛三部曲最终章 也是导演2015年 过世前最后作品 其身于三分之一的剪辑 为剪接师制片等人 共同完成导演未救心愿 意味着浪漫奇想的基调 被保留的同时 剧情的未完成感无可避免 还庆幸的是 作品的疗愈精神和独特风格 未受大影响 值得轻松品尝 以上是10月份的影评 老样子 太入门的电影我通常就不说了 虽然还有其他的好看电影想要分享 暂时先说这么多咯 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 请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拥心人 我们下次见 拜拜 预柳10月市長 明晚间 明晚间 牧场跳没有 其实他在歌黃 Bridge 牧场上 终于乌萨 虽然メディア 灵力量